汽车行驶过马路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看到被肇事车辆碾碎的妻子 这位红蟹男士走上前 捂住眼睛默挨了三秒 然后就开心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原来这些密密麻麻的螃蟹 是正在迁徙的澳洲红蟹 每年的10至12月份 这些红蟹就会清朝出洞 在热带雨林奔赴海岸进行产卵 由于路途遥远 体力消耗得比较快 所以才会积不择时地 选择同类相识 吃老的也就算了 更加离谱的是 连小红蟹也不放过 一钳子抓一只 一口一个嘎嘣脆海鲜味 在迁徙的途中 它们会经过人类生活的区域 让行人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而且它们有着坚硬的外壳 大量的红蟹 常常会使汽车轮胎爆胎 据统计 每年在公路上被碾死的红蟹 多达上百万只 但是这与它们的繁殖速度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 它们不仅没有被大量扼杀 甚至澳洲政府 还为它们的迁移 提供了大量的保护 而且还会为它们提供 专门的红蟹通道 让红蟹可以顺利通行 因为红蟹的排泄物 是羽鳞不可或缺的肥料 红蟹挖洞的时候 会翻开土堆 可以达到给土壤通气的功效 这些螃蟹通常以植物的花草为食 如果没有食物 它们也会吃自己的同伴 那么数量如此庞大的红蟹 可以食用吗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它们的体内 含有一种乙酸的物质 会让食用它们的人 引起腹痛腹胀等症状 所以想要清蒸红烧的小伙伴 可以放弃这个想法了 经过长途跋涉的旅途 它们终于来到了海岸边 进行产卵 一只雌性一次性 可以产十万只卵 等到产卵结束后 这些雄性红蟹会原路返回 大约一个月后 这些只有几毫米的红蟹幼苗 也会朝着内陆迁徙